大家好,我是老天 上一期我们说的 与利木鲁分别之后 为了追寻鲁德拉的灵魂 卓尔龙穿越到了一个被妖魔所侵略的世界 在这里卓尔龙了解到了原帝国序列第一的靖腾的真相 明白了靖腾的忠诚心以及皇帝的愿望之后 维鲁格林德决定帮助他们处理危机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本期视频我们便将讲与幻世的对决 以及龙皇的诞生 那么我们便开始吧 与众人一同讨论之后 维鲁格林德总算是掌握了大致的情况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 各国的首领都已经注意到了妖魔族的入侵 但是却拿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就拿上一次战争来说 自几方舰队的司令官被妖魔所拼一 整个军队都被妖魔给控制了 再加上皇国数一数外的强者进藤 也被敌方首领给杀害 如果贸然出击 别说迎击敌人 最后还可能把几方战礼都赔进去 因此目前大多数国家都严令首在成立 避免因为外出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如果荒谱师傅和在下 再加上天理先生与其他各国的阴姐们联手 说不定还有成功的机会 但是敌人可能还有更加强大的存在 而且各国都跟本国一样 把保卫祖国作为第一要务 不可能让阴姐们离开自己的城市 要想打倒鬼龙级的怪物 必须配备成倍数量的战士 但目前的状况确实 黄国始终没有掌握敌方的战力 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根本不会把强者派给黄国 嗯 问题一大堆呢 好吧 我来帮你们 不过得先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实力 不然我无法推测所谓的妖魔有多强 好 突然之间说什么了 很简单 幻世 你不是说你是静腾的师傅吗 那你最起码也跟他同计吧 我才刚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要和你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幻世和静腾的实力其实不相上下 不过维洛格林德也只是作为判断的依据 并不需要确实的强度对比 所以他希望可以马上进行测试 就这样 场所变为了修炼场 那个 虽然有点失礼 但真的要用针剑吗 既然要使出我等流派的最高奥义 即便是你 可能也无法保证平安武士哦 幻世的眼前 维洛格林德穿着平常的衣服 完全不像是有任何防御力的样子 他会说出这话 也完全是在担心维洛格林德 真温柔呢 不过你放心吧 你的武器 虽然相当古老品质也不错 不过对我不可能产生任何伤害 所以尽管全力攻过来吧 维洛格林德笑了笑 事实上 这个世界的魔术异常的机宝 武器不太可能发生净化的现象 因此幻世的那把打刀 虽然是世界上强烈的武器 但也只有西游级的性能 听到这话 幻世接受了维洛格林德的小戏 发起了攻击 只见幻世聚集了全身的斗戏 使出了龙心命中的最高奥义 八重鹰八花闪 一瞬间 幻世手中的打刀 化为了八柄幻影之刀 如同花瓣一般 以极高的速度 朝着维洛格林德突进 伴随着枪的一声 幻世的打刀 命中了维洛格林德 然而可惜的是 剑之花并没能完全绽放开来 幻世的绝技 被维洛格林德的指尖挡下了 是我输了 这一招八华闪 是连劲藤都没有学会的一击 在这个世界上 毫无疑问可以被称为绝技 但双方的实力实在过于巨大 这种速度 在维洛格林德的眼中 还是太慢了 您真的是神吗 创造世界的确实是我的兄长 不过我并不是神 这样啊 但在我的认知里 那样的存在 就是被称为神 神这种东西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不同 但是 能消灭我的人是存在的 这一点希望你可以记在心上 恍然间 维洛格林德想起了 那个态度飘飘然的史莱姆 想起了自己 之前曾经卖给他的战斗 虽然很火大 但他知道 即便再打一次 也同样不可能胜利 不过即便如此 我也不认为利姆鲁是神 所以综上所述 神是不存在的吧 维洛格林德暂时就想了这些 不过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关于这个世界的敌人的情报 根据刚才的教授 维洛格林德已经理解到了这个世界的现状 这是一个魔素吸宝的世界 因此魔法很难发动 肉体的强度也只有与生俱来的水平 因此 刚才这一击虽然厉害 但在原来的世界只能算上是A级魔物的一击 然后是敌人 妖魔族是半精神生命体 因此需要平衡在肉体上才能够长时间活动 但正如刚才所说 这个世界的肉体只有出生时的水平 因此为了不让肉体崩坏 妖魔也必须压制自己的力量 根据推测 鬼龙勉强能算A级 当然这是压制力量的情况 如果不考虑肉体想要直接毁灭世界的话 这个世界的居民不可能会有胜算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维洛格林德便为自己出现在这里感到幸运 如果是自己 即便是面对妖魔王费亚德威也有自信取胜 不过那个费亚德威压根就不可能亲自来这里侵略 因此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实际上 现在对这个世界进行侵略的 只是三腰帅之一的 科尔努麾下的妖魔君先前队 就连科尔努的本体都还没有出现在这里 距离他们的统治还有很长的时间 做出结论之后 维洛格林德看向了眼前 因为最强的禁忌无效 还感到消沉的环视 然后露出了一个微笑 你可以自豪哦 在这个几乎没有魔术的世界里 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应该很少吧 如果能够吸收足够的魔术 成为圣人也是有可能的 真是可惜 圣人嘛 那真是相当遥远的境界啊 没有的是 作为与我交手的谢礼 我就给你一点奖励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就帮你把刀重新锻造一下吧 维洛格林德又一次露出了微笑 以他的实力 足以直接创造出相当于神话级的武器 不过这一次 他打算把自身的魔术 灌入刀中使其自然进化 连这种事都能办到吗 幻世想这么问来着 但是转念一下 都已经见识到了这种力量 现在还担心这种事情 是不是毫无意义了 于是 幻世低着头 把自己的传家宝 递给了维洛格林德 拜托您了 说完后 维洛格林德也点了点头 开始了持续30分钟的作业 那是比刚才战斗时 还要认真的态度 他先是慎重分析了刀的成分 一边进行细微的调整 一边注入自身的魔术 随后 古代工匠的精妙锻造 在维洛格林德完美的控制之下 绽放出了更加闪耀的光辉 那是原本需要数百年 甚至数千年 才有可能完成的进化 世界上最顶级的神话级武器 这是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存在的高级武器哦 虽然现在的你还无法运用 不过 这把剑拥有意志 如果能为它认同 多少会借到一些力量吧 而至于被认同的是你 还是你的子孙 就不知道了呢 维洛格林德笑着说道 将刀递给了还处于正经重的患事 时间来到傍晚 众人又返回了英明的起居室里 做了这么多事 正可以当作你已经是我等的伙伴了吗 嗯 我会留在你的身边守护你哦 说完这句话 维洛格林德笑了一下 对他来说 只要能留在鲁德拉身边就是幸福 不管是什么要求 他都会尽力完成 不过突然出现的人 对自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对于英明来说就很奇怪了 于是他带着开玩笑的口气 说了一个无理的请求 既然如此 你能让斗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好让正安心吗 可以哦 只要你想要 我会把这个世界当成礼物送给你 人也好 国也好 我都可以消灭掉 不过首先 得把那些爱事的妖母们 统统消灭才行呢 看到维洛格林德天真无邪的笑容 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欲了 就连正在侍奉两人的侍女 也同时松开了自己手中的勺子 现场一片几惊 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 他的这番话是认真的 如果是别人说出这句话 或许会被当成胡说八道来对待 但维洛格林德并不会遭到这样的嘲笑 这是在场所有人的共识 哼 居然能把玩笑话说得这么豪迈 你也挺有本事的 虽然很愉快 不过有这番心意就足够了 英明也只好像这样进行演示 好让事情做罢 到了现在 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 如果是为了自己 他真的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其实还是英明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他作为皇国的下任皇帝出生 一直度过的没有约束的生活 但相对的 作为王 他在很多事情上并不拥有自由 比如说恋爱 他最终赢取的是公爵家的现金 为的是让他的家族势力成为后盾 这种如同契约一般的婚烟 自打出生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聪明的英明 在成为青年的时候就已经领悟到了 这个世界有两种活法 为了梦想拼尽全力 或者不抵抗命运 只是为生其中 或者积累小小幸福的每一天 而他选择的是后者 对于掌控一切的皇帝来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一种奢望 也正因此 维洛格林德自由豪爽的性格 才会格外的令他惊讶 但是他却说他只会服从自己一人 这或许就是女神吧 即便正是什么鲁德拉的代替品 这种坦率还真让人难为情 带着这样的心情 众人度过了愉快的晚餐时间 在那之后 为了让维洛格林德也参加重要的会议 英明将维洛格林德任命为皇帝守护者 所谓的皇帝守护者 不仅有明面上的 也有潜藏于暗处的 无为人所知的存在 也正因此 英明才会给予这个身份 以免卓肉龙遭到怀疑 明白了 当着其他人的面 我会好好扮演你的成字 穿好军战的维洛格林德 用月月意识的仪器如此大道 虽然这样很让人不安 但相比起妖魔侵略 这些都算不上大事 于是 带着这样的判断 众人开始准备战前会议 第二天 大本营的会议场所里 众人陆陆续续地聚集而来 韩国军由海军和陆军组成 而参加这次会议的 便是各自的大臣 在上一次的战争中 帝国的海军惨遭大败 各个阵营都在仔细调查着 海战的真相 但是 这之中并不包括陆军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没有前往海上的手段 但英明的心理清楚 这其实是因为陆军 至今都没有明白 此次战争的威胁 真是笨蛋 现在可不是自己人 争夺名利的时候 即便心中这么想着 但以他的立场 还是不能在公开场合 贸然地说出这些话 而就在此时 就像是要映照皇帝的想法一样 一位陆军的将官 突然大叫了起来 你是什么人 这神圣的大本音 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 自尊心过度膨胀的人 往往会计较身份的高低 或者言语举动等等问题 明明都已经介绍过 是皇帝守护者了 但还是自然而然地 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难不成 你是在说我吗 连这种事都听不出来吗 真是蠢货 所以说 将官的长老生 突然之间停止了下来 只见维洛格林德 以常人无法理解的速度 抓住了男人的领子 将男人整个提了起来 随后将手枪的枪管 塞进了他那 因为紧张而张开了嘴里 哼 用冷兵器战斗的时代 暂且不说 现在这种 只要扣下板击 就能杀死人的时代 我看杀戮者 是男是女 已经没有关系了 这个时代的战争中 最重要的 是冷静分析 控制感情 以及做出判断的能力 大吵大闹个不停 我看你 才是不应该 出现在这里的人吧 不是吗 看到这幅场景 周围的人都开始骚动了起来 你 你快把参谋总长放开 卫兵 谁即把卫兵叫过来 手枪这种东西 可是简单粗暴的象征 在这种场合 看到手枪 即便是不明白 维洛格林德实力的人 也能理解他的威胁 然而 维洛格林德 就像看到小丑一样 赤小了起来 真是羽形小笨蛋 看到一个玩具 都能紧张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 帝国荣耀的君者吗 没有理会一旁 被这句话呛住的人 维洛格林德 毫不在意的 将参谋总长丢在地上 随后对其扣动了板枪 参谋总长慌乱的 想要后撤走开 不过就在这一瞬 一股水流从枪口飞出 将参谋总长的 大腿尖给动射了 哎呀 你好像失禁了呢 还不赶快去换条裤子 你 你 你这回 参谋总长气急败坏的 想要做些什么 站在看到维洛格林德 眼睛的一瞬间 他突然就闭上了嘴 他明白了一个事实 如果再闹下去 眼前的这个女人 真的敢杀了自己 失离了 老夫是有点头脑发热的 不过 看到水枪 还真是让人怀念啊 回归同心之后 头脑也冷静了下来 这样真是太好了 既然你打算参加会议 就要好好遵守礼仪哦 参谋总长疯狂的点头 将状况挺了过去 好在维洛格林德的心情并不差 也就原谅了他的无力 那么 荒木格下 这位女性到底是 失离 介绍完了 她是我的同僚 今天得到陛下的许可 前来参加会议 她的名字是 我叫龙皇 再次见过各位了 维洛格林德 毫不在乎着 抱上了自己的家民 这是龙中的龙 与司长火炎的凤凰的皇 相组合的名字 对于维洛格林德来说 也算颇为恰大 然而这句话 却再一次 让毫不容易平静下来的会场 发生了骚动 什么 又是龙又是凤凰 名字里居然有龙字 这也太坚约了 难不成他跟陛下有什么关系 陆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开始猜测猪龙的身份 这让在隔壁观察的英明 都叹了一口气 他清楚地知道 维洛格林德只是因为变装 所以才想了个假名 并没有别的意思 但第一次体验到这种 被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些许愉快 于是 英明步入了会场 做出了宣言 如今正是危机时刻 郑出动自己的王牌 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吧 此话一出口 即便布下们还有些许不满 但也只能服从皇帝的命令 就这样 维洛格林德获得了龙皇这个名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 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的谢谢视频感兴趣 可以在播单里边观看全部 下一期的话 会继续讲卓尔龙的冒险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